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此次参展的四位书法家 薛崇文先生 吴征先生 周良富先生 何林青先生 分别来自英国 法国 日本三个国家 他们以自己对书画艺术的始终热爱 不间断地学习和积极努力地宣传 为中国书画艺术在海外的传承 发展 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举办这个展览既是对他们书画艺术水平的肯定 也是对他们传播中国书画艺术的表彰 北京四海国际艺术沙龙和北京王府井 一封艺术官已经成办了七次北京国际书画邀请展 他们还将继续成办新的国际书画展览 请听嘉宾与参展书法家对此次展览的祝福与心声 大家好 我是英国华人艺术家卿会副主席 中国书画世界型英国委员会主席薛春天 全球疫情结束 世界各地的交流已经开始展开 中国书画世界型在古福海主席的带领下 疫情期间也在进行海外书画交流活动 线上线下的宣传展览 我们期待中国书画世界型尽快地着陆各国 英国华人艺术家协会在疫情期间 广泛地供应在英国美术教育及英国当代艺术 海外华人艺术家在亚洲和国内市场的交流宣传活动这一块 我们期待更多的亚洲艺术机构 与我们共同推进当代艺术的发展 也能挖掘出真正值得宣传 具有极高艺术价值 是学价值和收藏价值的海外艺术家 我代表英国华人艺术家协会 预祝北京国际书画邀请展四海情同 海外杰出书画家连展取得圆满成功 最近的古富海主席 最近的各位领导各位嘉宾 我是中国书画世界型巴黎协会主席徐近平 由北京四海艺术沙楼举办的韩木彤星 海外书画家四人领长表示热烈的祝贺 书画艺术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互分 是世界民族艺术定堂中的汇补 中国书画艺术远远流产 传承祖国灿热文化将其发扬光大 是我们华夏儿女的神圣职责 当然也包括我们身在海外华人 通过书画展览 以书银制 以书创情 掌性 爱党 爱国 爱乡的真实感情 我对我会成员 吴征周良夫 两位新生的餐长 觉得无比的高兴 希望中国书画世界型在古富海主席的领导下 更多更好的组织大家今后加强交流 沟通感情 切磋记忆 加深友谊 最后祝此次书画展取得圆满成功 祝各位艺术家身体健康 艺术之术 长期 谢谢大家 各位嘉宾 各位朋友 大家好 在此 我诚挚着祝贺 四海情童 海外接触华人书法家 四人连展 隆重开幕 各位嘉宾 各位参展艺术家 各位朋友 大家好 今天是北京国际书画邀请展之期 海外杰出华人书画家四人展 开幕 首先呢 我代表主办单位 向这个展览 导致热烈的祝贺 也向参展艺术家 导致祝贺 这四位艺术家 来自三个国家 其中呢 英国的薛崇文先生 日本的何林青先生 法国的吴征先生 周良富先生 他们的作品越过重阳 即到北京参加这个展览 他们在海外 这么多年来 一直坚持书法艺术 一直坚持 在这个宣传 推广 中国的书法艺术方面 都做了很多的工作 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所以我们这个展览 既是对中国书法艺术 在海外宣传 传播的一种展示 同时也是对这四位 书法家的一种 宝奖 宝奖 这个 我们这个北京国际书法 书法邀请展 已经进行了 七期了 今后还会陆续举办下去 在这里呢 我也代表主办单位 对四海国艺术沙龙 能够承办这样的展览 表示衷心的感谢 同时呢 我也希望有更多的 海外的一些书法家 画家 能够参加北京国际书法 国际书画标签展 大家一起努力 共同为在海外 传播中国书画艺术 做出贡献 由中国书画 世纪型联合会国际部 北京市华夏四海行 国际文化演艺中心 巴黎国际艺术中心 主办的北京国际书画 邀请展之期 海外杰出华人书法家 薛崇文 英国 吴征 法国 何灵清 日本 周良富 法国 四人连展 于2022年6月8日至12日 在中国 浩华大厦 我忠心期盼 四海情同海外杰出华人书法家 四人连展 举办成功 大家好 在鲜花盛开 升级傲然的夏季 北京国际书画邀请展 四海清空 海外杰出华人书法展 四人连展 在北京举行 这是一次海南外 书法人的艺术的盛会 这次展览表现了书法人的 艺术情怀 增加了海南外 书法人的友谊 促进了书法人的艺术交流 希望展览 越办越好 不断书写 友好 友谊 交流的新篇章 预祝展览 圆满成功 各位领导 各位朋友 大家好 看到谷主席 谷会长 介绍的 北京国际书画邀请展 第七系列 将开幕的消息 我也为大家感到高兴 同时 特向四位海外 华人 杰出艺术家 表示衷心的祝贺 我也衷心祝福 这样的高端巡回展 日益发展 为介绍 艺术家们的新成就 为加强 中外友谊的沟通 不断取得 更多新成绩 预祝 展览会 圆满成功 各位来宾 各位朋友 大家好 我是北京王富景 宜峰艺术馆的馆长 雕小如 很高兴担任此次 北京国际书画邀请展的 承办单位之一 参加此次展览的 四位书法家 在书法艺术上 取得了很高的成就 在海外有一定的影响力 为在海外宣传中国的书法艺术 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在此 我向几位书法家 表示祝贺 我们王富景 一封艺术馆 在北京市中心 王富景 我们一位书法家 举办过多次展览 在这里 我邀请国内 特别是海外的书画艺术家 举办个人 或者是多人连展 我愿意为宣传中国的书画艺术 做点实事 谢谢大家 薛崇文先生 吕英书法家 1934年生人 辽宁省著名书法家 1955年始在原辽宁电视台 任美术编辑 崇文先生是新中国第一批 电视美术工作者 为中国电视新闻片 及电视连续剧 提写了大量片头书法作品 其中著名的有动画片 聪明的一修 排球女将 阿信 血仪 沐渝时的传说 等 1980年参加沈阳南京两地书法连展 作品与林散之作品一道展出 他以掩体行书 与卫碑为主要面貌 字体浪漫求静 唯美生动 深得大家喜爱 晚年定居英国二十余载 仍然比更不错 书法作品被国内外广泛收藏 老先生晚年作品吸收 撰力抵意 作品风格平和淡薄以达人书巨老 简约飘逸之境 落笔之处淋漓痛快 脱去梵力弩张之类 极尽平淡简约之药 武征先生1982年毕与浙江大学外语专业 1987年起定居法国巴黎 其又受家风影响 洗书法 凯席卫碑 储碎凉 行草席二王 张旭 米服等 仙人墨迹 心目手锥 席也乐之 作品曾参加法国及欧洲大型中国书法艺术展 并曾赴国内展览 何灵清先生 1988年中国民航大学毕业 1991年留学日本 1997年关西大学商学部毕业 曾在日本书道大名家航破百数先生门下修行 书道作品多次入选展览会 多数新闻杂志均有报道 现任全日本书法家协会常务理事 朱氏会社 日辉物流社长 一般社团法人 关西中华总商会会长 京都中国书画院院士 大家好 我是日本的何灵清 非常高兴 也很非常荣幸 能得到北京国际书画 邀请长主委会执行主席 吴福海老师的邀请 参加5月2号至6号 在北京四海国际艺术沙龙 体办的邀请长 根据字的字体 以及日本书道的特点 我创作了五幅作品 作为书画爱好者 我除开经营估计贸易 估计物流 以及估计会长 三个公司以外 还兼任了一般社团法人 关西中华总商会会长 通过毛笔的点点画画 让我体验 以及体会了 中华文化的博大精神 远远流长 通过毛笔的点画 让我从凡凡的事物中 心里得到了安慰 得到了平静 通过每天的书写 让我真正感受到了 中华文化的无限的力量 请大家多批评和指教 谢谢 周连复 自山人 套罗山草根 书斋浩墨园堂 从小游戏书法 攻花鸟国画 1972年拜师学习民间七画艺术 透进温州画连场 从事绘画工作 1999年旅居法国巴黎 现系中国书画世界行巴黎协会副主席 法国书法家联合总会副主席 欧洲龙吟诗社社员 书画作品被国内外多家纪念馆 及个人收藏 书法作品曾参加过庆祝中法建交55周年 纪念刘法勤工简续100周年大型诗书画展 纪念一战亭战100周年 继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书画展 庆祝中法建交55周年 继新中国成立70周年 巴黎书画名家交流展 各位嘉宾 文书们先生们大家好 我名叫周梁 我只将文中文书画家 在1972年百思学域明军艺术 期划和书画 830进入温州画林城 概画创作 尤其是书画 到法国以后 知情美术 能量不改 多年来 我参加巴黎华人美术成绩 也参与法国华人社团 举办一系列的书画展 交流活动 年龄来 我同时参加春节 现场了解 送春连活动 让外国人进一步了结 中国人 我举的非常努力 作为一个海外的中国人 宣扬中国文化 这是我静靠努力的方向 我谢谢大家 四海虽远 汉墨情统 让我们祝贺 第七次北京国际书画邀请展 取得圆满成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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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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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